本节目由找亮机APP赞助播出 买二手机 上找亮机 公交车也算是城市里比较方便快捷的交通方式 我们见过一节的 两节的 一层的 两层的 但是你见到过三节的吗 不久前 德国一家公司推出了 Outtime Extra Grand三节的公交车 被称为世界上最长的公交车 有31米之长 它搭载的乘客量也一下子达到256人 司机师傅什么时候才能拉满呢 不上不下 估计也得一条路线到底吧 不过它的弊端也很明显 太长 转弯转向都非常不容易 为了解决这种问题 公司采用了四组转向轴 让车位能沿着车头的轨迹一直前行 这辆车使用的是电油混合发动机 电量不足时也不怕混合动力在这搁着呢 这种公交车应该能够很好地解决交通问题 但是一辆要6632万人民币才能买到 一个城市里能够有几辆真的就不得了了 绝对是土豪城市 目前已经有几个国家提前购买 国内北京上海也已经购买 离我们坐上也不远了 不过小编有点担心 我可能坐不起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小伙伴别忘了点赞呢